诸位朋友大家好 我们今天继续跟大家来谈 《论语先进篇》第十八章 子曰 回也其树乎 屡空 事不受命而获之焉 亦则屡重 夫子说言回啊 那可算是 竭尽得道之人 但却屡屡空溃贫乏 端木是能不受自然之命献 去获之经商 亦若是离 却屡屡得众 这一章夫子评论 言回跟端木寺 言回自子冤 这夫子的弟子 安平乐道 不牵弄 不恶过 文艺以知识 对于大道 书及真有所契入也 而单瓢屡空 但却身心豁达 通彻天地 通彻天地 言回是夫子的学生里 真有得道的 虽然出身贫苦 却贫而不苦 安平而乐道 安平心智宽广 乐道 人智通达 做任何事 能够不牵弄 不恶过 不牵弄 就表示自己修为很好 脾气 心性挑战很好 不恶过 要是守着正义之道 这人思考问题 是能够侧入到整体 以贯之文艺之实 这是存在大道之器入 虽然家里贫穷一些 但身心豁达 整个人 圣命是通彻的 明达的 所以我们说 他身心豁达 通于天地 端木斯 自子共 夫子弟子 家言善行 通于诸侯 达于天下 文艺之二 与大道 虽未能真有弃入 但胸怀宽广 包容天下 入力传道 世所亲养 说其子共 夫子的弟子 姓端木明氏 能说 好话 能行善行 与诸侯各国之所重 与诸侯各国之所重 子共 又有钱 又能说话 又有见识 又通达 他特别的 有思考力 但是他不同意 言回 文艺之实 有部分能视其整体 他是 文艺之二 由这一面 能了解另外一面 我说端木氏 文艺之二 叫对比性的思考 言回 文艺之实 叫整体性的思考 这两个不同 整体性的思考 能通彻于大道 对比性的思考 在人间的教化 这一层 在人间的 由人的原文字 所建构了人文世界 那是利多 做得好的 所以子共 虽然在大道上 没有真正欺辱 但是他非常的宽广 包容 他继续努力的 在传道 并且造就了 整个夫子 周游列国了 诸多可能 而很多人一直强调 子共 更先于夫子 都被子共 批评了一番 说 夫子墙 公墙万人 四十墙 也极尖 我的墙 我家的墙 比较矮 所以你都可以 看到我家的好 夫子 公墙万人 你不得奇门 就不知道 他有什么好 这是做个比喻 所以现在 孔庙 福子庙 前面你写着 公墙 写着万人公墙 这是个意思 所以要得其门 而入烟 才能够见到 百官之父 宗庙之美 文中说到 端木是 不受命 这不受命 有两个解法 也是不受自然 之命限 另一说 他们要领受 诸侯的功命 这两个都痛 端木是并没有领受 诸侯的功命 但他很会经商 赚很多钱 但是这种的来讲 第一个解释比较好 他不受自然 器命之限制 他能够通过 人间 理文世界 通过人文 而建构的世界 他能够突破 自然之命限 当然 这一说为圣 所以我们大概这么说 而颜辉 旅空 单瓢旅空 人出身各有不同 起点就不同 而且气质也不同 子贡是万般风华的 能言善道的 头脑机灵的 而且受夫子之教以后 非常宽广的 我常说 子贡就如同现在的 在股票市场 在起货市场 能够翻云覆雨的 他一则屡众 但是子贡并不走这个路 他赚很多钱 帮助夫子传道 我们可以看到 子贡的了不起再次 而颜辉 他也很了不起 他生命里面 他的直数很高 虽然单瓢旅空 但却能气入大脑 所以这个空 在这个地方 有人把它解释成 空空如也 扣起两端的结言 也行 但是如果整个文艺看来 以单瓢旅空 这个结法 是比较恰当的 很显然的 颜辉成就的是 天命信道的贯通 子贡成就是 人间世事的工业 颜辉是 安平和乐道 子贡是富而好理 很富有 有爱好礼乐 颜辉是安平和乐道的 这样的对比过程里 我们可以看到 夫子承占颜辉 是因为他能契入大道 而对端木士 也多方肯定 是但 他毕竟俗世中人 夫子所传着大道也 俗世中人 亦需学大道 但人以大道为重 不能以世俗力量为重 因为道理跟势力 以道理为尊 不以势力为重 好的 我们再把这一章 来读它一遍 子曰 回也其束乎 屡空 事不受命 而获之言 义则屡重 诸外 回呀 我既是乎 离空 事不受命 亦会得恩 亦极如重 好的 我们今天这一章 就播讲到这个地方 感恩